第二小題它說 這x加y加z加1等於10 第一個要問你說非負整數解 非負整數解答案很簡單 就是它四個加起來等於10 所以這個就是h415 變成c的話 就是c相加減115 經過計算 這個算出答案 第二小題是要求正整數解 正整數解我們說 你這個h410 這個10還要再減掉多少 正整數的話 這要減掉多少 減掉4嘛對不對 因為有四個變數 那每一個都令它x加1 y加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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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反正加1過去是要減4 所以這裡就變成 這blan就變成非負整數解 那就會變成這個4 10解4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算一算 就得到答案84 那第三小題要問說 那非負整數解 那非負整數解 非負的偶數解 非負的偶數解 非負的偶數解要怎麼算呢 就是說它是偶數 那非負是從0開始 分02468這樣的 好 那我就另一個 x就等於2x plus y等於2y plus 那這個是240 2468 那這個plan就會變成 01234 那所以這個plan就是非負整數解 y等於2y plus z等於2z plus u等於2y plus 好 那這些就是非負整數解 那所以你把它帶進去 帶在這裡就是2x plus 2y plus 2z plus 2y plus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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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 plus 所以就會得到這個等於5 那這個等於5非負整數解 就是h 4個 4 然後等於5 就是h4 好 那再帶公式 c兩個相加減1 然後算出來 56 所以你的答案 那有幾組 x plus y plus z plus u plus 那就有幾組 x plus x plus 所以它的解就等於sy z 好 第四個 正積速解 正積速解 是從1、3、5、7 這樣子下去的 那你如果把它變成2x' 加1 那這個 加1把它去掉的話 那這邊就會變成 那這邊就會變成 0,2、4,6、8 那正變成0,2、4、6,8 那x'就會是0 1234 所以這個X'Y'Z'Y'因為這後面跟這個一樣 都是非負整數 就是0開始的整數 0 1 2 3 4 1 非負整數 那你就把它帶進去 這個帶到這裡 每一個就是2X'2X'2Y'2'2Z'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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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'加起來等於10 把這個1都移過來 把它減掉 那就剩下6 那再把2約掉 就剩下3 所以這些plown相加就等於3 plown相加等於3 有幾組 當然說這是非負 非負整數 非負整數解決的話 就是4個變數相加等於3 所以H43 H43再換成C的話 就是2個相加減以上 那算一算 得到達20 好 看看有問題